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似乎没有一个人有权利来改变这些情况 事实上 权利不是问题所在 没有人似乎有意愿 也没有人在乎 因为 凡是对你没有利益之处 你就不关怀整个星球正面临着意识上的危机 而只要没有人把他人的苦难看作是自己的 将他人的利益视为自己的利益 这情况就会一直继续下去 如果你们想改变你们的世界 达到人人所期望的世界和平 应先从个人的内在和平寻求 消除一切的分别与其事 提升爱的集体意识 建立一个新的世界观 将所有的人类视为你的家人 不再分别彼此 全世界160个国家 结合为一个世界联邦 全世界所有人共同分享全部的财富与资源 使得没有一个人想要别人所拥有的 而人人都生活于尊严中 远离恐惧 爱 网至神的话语篇 与神对话从书摘录